前后两次的巨大的差距 让所有天圣高手为之震惊和疑惑了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方宽修为好歹也有二十六重天 不会这么差吧 啊 就这么死了 一个 狂穷戏谑的伸了伸手指 却不多说 这是他主子交给他的命令 能杀几个是几个 之前他就有心让方琼剑杀了龙傲三人 奈何这三个家伙手底下的功夫实在硬朗得很 没有得逞 不过现在终于有收获了 黄袍妖修并未显露真身 而是冷静的盯着狂穷一言不发 但见那方琼剑竟然耗尽了真元回到池中时 他突然对着洛宇喊道 洛宇 你去 我 洛宇虽然内心高傲 但却知道什么是差距巨大 眼看着分毫不弱于自己的方琼惨死祸驰 哪儿还敢动手啊 可是 那黄袍妖修暮色一粒 恨声道 我让你去 马上 是 旁人不知道这黄袍妖修的身份 洛宇却是一清二楚 在狂穷山脚下的十数天圣中 如果说除了狂穷之外 还有人能够与黄妹相比 那就只有眼前这位了 所以 他想都不再想 直接飞了出去 出奇的是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众目睽睽之下 洛宇展开金火双翅 化身本体巫童飞黄 斩身而起 两只巨大的翅膀 迸发出滔天的火光 众人的瞳孔一收 已经开始有人不敢再看下去 洛宇身上之火 乃太阳真火 本命传承 但他的修为 相比之下 比巨猿方昆尚有不如 结局 自然是凄惨的 可是惊人的一幕 就这样发生了 只见洛宇硬着头皮 飞落方穷剑令 两只巨大的火势 煽动出极致的烈焰 轻而易举的轻松 惬意 居然将方穷剑死死的压制了下去 澎湃的太阳真火 没有发挥的余地 全树轰在了火池的燕浪上 激起了澎湃的热流 被黑火溅了满身 洛宇下意识的飞离了火池 直到落地变成人身 还心有余悸 更加不懂 为什么自己一招就败了 那个可以杀掉方坤的开天圣物 怪啊 奇之怪在 火池之下 鸦雀无声 众天圣无不瞪大了眼睛 傻不愣愣地看着洛宇 莫非 洛宇的修为比方坤还高啊 开什么玩笑啊 要是有那种高深的本事 用得着下出一身的香汗吗 所以 火池开天圣物 有问题 哈哈哈哈 黄袍夭修忽然放声大笑 边笑 边看着面容扭曲的狂穷 说道 嗯 原来如此啊 怪不得你让大家美战必夕 原来磁宝尚需注入虎之真 原方可再战啊 三十戏未到 开天圣物又如何呀 吃了王美一掌 形同废物 全场天圣听到黄袍夭修的话后 无不动容 客下看向狂穷的时候 分明透着一抹怨毒和恨意 居然被人耍了 耍得团团转 罗腰最是凄惨 竟然损失了一个二十六重天的天圣高手 众天圣死死的瞪着狂穷 王妹却是颇有深意的望着黄袍夭修 此一时 第一时 狂穷看似威风盖世的姿态 轻刻间变得渺小了起来 但 没有人敢对他出声鹤吗 谁知道着这个掌握着十二神尺的老怪物的修为 究竟达到了壳般的地步 狂穷健壮 先愣后惊 片刻之后恢复了正常 他叹了口气 伸手一招 一缕火光将方穷健收起 说道 嗯 又是一个上古老怪物 罢了 既然让你们看出来 第一关就此撤去 你们走吧 说着话 狂穷用着细血的目光 打量着在场一众天圣 突然笑着问道 哈哈哈哈 不过 第二关的霸穷公 至今完好无损 不知道哪个有胆先过第一阵 嗯 也许在场的几位道友的确有打败霸穷公的手段 就是不知道谁先出手呢 情况已经很明了了 开天圣物 毕竟是死物 绝非无敌 只一战 只要把握好时机 连番挑战 其余人等想要过关 根本没有任何难度 但话又说回来 十二神尺 显然一关比一关难过 开天圣物 用火池中燕浪三十息可恢复至强盛的修为 其他人就不行了 即使众圣中有王妹 以及那黄袍妖修高手的修为 可谁肯当先锋呢 帮其余 那并不是本族中的天圣解开这个难题啊 不得不说 狂穷的话语中带着挑拨意味十足 并且让在场的众门族中的高手 陷入了深深的苦思当中 见众人不说话 狂穷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果然还是这样 自私乃心魔 纵然极为脱离了世界 见大苦海 但心魔还是有存 这个难题 你们还是好好想想吧 来 恩军带你们去见第二关的守护 啊 哈哈哈哈 狂穷说着 绝尘而去 众天圣无辜的站在原地 深感这次巨头密境危机不小 但又不肯放过得到地球梅天师的机会 一时间陷入进退两难当中 浑脏皱着眉 凑近在地魂一脉中真正的领袖王妹 小声问道 师祖 师祖啊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啊 王妹音测测的一笑 目光在众盛中徘徊 笑道 嘿嘿嘿 无妨 你以为上宫门族是白叫的吗 今天来的可不仅仅只有本君自己 看来远古艰难被驻天延误也有好处啊 几个老朋友都已经领悟到意志的大道了 师祖的意思 浑脏心里一凸 俨然听说出什么 王妹没有回答 深深的看了一眼黄袍夭羞 后者心有灵犀的也看了过来 两人的眼神互相交接 蹦射出闪亮的火花 紫金狂龙 龙子 划分两头 割表一只 就当众圣进入霸穹池的空档 龙奥也开始了他的第二战 而在血穹池边 陆尘正凝视着那柄充满了血腥气味的狂刀 陆尘浑身上下鲜血淋漓 刚刚那一战惊险至极 血穹刀巨大血河大血云铺天盖地 陆尘以纯熟的百炼千锤相过数万招 才闲闲地将其拿下 这场仗打得提心吊胆 虽然胜了 却如同两败俱伤 好不容易毁了口气 陆尘站了起来 看了血穹刀一眼 感受着自身空间领域层次的飞速提升 不禁有些骇然 过三关 修为提升速度飙升 如此下去 若是能够过了十二神池 我的修为应该可以达到三十三冲天的巅峰 空间领域至少可以达到八百亿万里 三十三冲天结实 三战过 陆尘感受不小 他发现现在通过的过程中 由于每战都是全力失为 再加上火池中弥漫的纯元黑煞星火 自己的修为提升的超级变态 二十五重天之下 皆是七百亿万里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潜移默化中不断的变化着 越变越恐怖 如果持续下去 达到巨头也理所当然 当然 陆尘可不是傻子 有些环境可以逼迫人提升修为的速度快到惊人 但返回来再想以此为媒介 激发自身的潜力 效果就很微弱了 所以 三个神池只能打上一次 再来一次 不会有任何的好处 并且陆尘是个人 即使是天圣 有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恢复 连续三战 要不是大眼先觉得九体众生相 强大而无边的浑厚法力修为 陆尘也绝对不会比龙傲好到哪里去 临天意志 九体浑源 都是陆尘能够一举飞快地走过三关的资本 缺一不可 而再接下来 陆尘也不敢马上挑战了 他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 盘西条西 自然浪费时间 陆尘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快被人追上了 而他只能止步在第四关的关口火池旁 陆尘并没有离开血穷刀神池 就坐在边缘打坐条西 顺便观察着血穷刀的变化 看了一会儿 陆尘发现一件可恶的事 血穷刀被自己击溃了 重回火池 居然需要整整三十息的功夫才能恢复如初 有了这个发现 陆尘不禁骇然 要是被人发现了这个秘密连番挑战的话 云厄和陈香苗岂不是只用一个人的力量 就能轻而易举的通关吗 这是一件好事 可是坏就坏在万一被鱼道子阎王发现了 两人不费吹灰之力的闯关成功 岂不便宜了这等小人 该死的神痴 没想到血穷也有纰漏 算了 不该想的不去想 我要赶快回复 尽量多闯几关 这样可以多多的提升修为 远古劫难 陆尘可不认为只有各门族参战 当年就是这样 铸天得罪了泰盘古神 遭到重巨头追杀 自己万一布了铸天的后尘怎么办 不行 绝对不能让历史重演 有了这个想法 陆尘局部离去 飞快的杀向第四关口 陈穹剑 大体上搞懂了这些开天圣物的幻化煞磨的修为 陆尘依靠着一口真元气 强大的范盛古法 苍穹炼火 通天大秘书 天刚黑阳 不断的闯关 不断的成功 陈穹剑 魂穹齿 弑穹枪 戒穹楚 风穹脊 月穹棍 不出三日 陆尘再过八关 终于来到了第十关 冷穷刺火池旁 连番恶战 陆尘认为自己或小星或机智 一直遥遥领先着云恶沉香秒四人 他却根本不清楚 自己的身后跟着的绝不仅仅只有私人而已 几乎上天三界的所有天圣都到齐了 并互相猜忌着缓步向前 可饶是如此 大队天圣也跟到了第十关的关口 冷穷刺 离着陆尘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数日连战 陆尘早就累得精疲力尽 全靠一股韧劲支撑着 到了倒数第三关 陆尘终于支撑不住了 几乎亏空的身体 反复锤炼着经脉 险些耗尽了九大法体真元 让他不得已的跳入到火池当中 跟地穷锤面对面的打坐调息 一路闯关过来 陆尘根本没有再去检查自己的身体 此下闲歇下来 陆尘将神念归于十海一看 顿时被那里广阔的空间领域吓了个半死 千亿万里 陆尘吓得下巴都快拖在地上了 我的乖乖啊 我没察觉错吧 从一重天开始到三十一重天 都达到了千亿万里 就连三十二重天和三十三重天 也达到了一百八十亿万里 老天啊 我马上就是志强天圣了 这速度也太变态了 志强天圣 三十三重天 根据修饰领悟不同 空间范围也有差异 可是 线下他的空间领域开辟了这么多 绝对是意外之喜 天圣的极致是什么呀 领域空间无限大吗 如果没有临天意志 不达到巨头 三十三重天的天圣领域一直扩大下去 会怎么样啊 不知不觉 露晨内心忽然生出这样一个问题 领域空间的开阔端 会使修为不断提升 发力无边 但真正促使修着境界乃至实力攀升的 并非是无穷无尽的天地元气 最根本的原因就要归咎到浩瀚的太虚缥缈的宇宙 以及无法用言语解释竖清的三千大道治理 天地纵为古 万法归于无 这个无子代表了无穷无尽的大道治理 万法傲益天地书记 苍生造化 恰到好处的解释了空间领域层次的开拓 直接导致的修为暴涨 神念经济 意志坚定 而煞到的无 更加接近天地治理 开天之初 天地元气暴乱不堪 天地本源只拥有毁灭的特性 这与煞气不谋而合 煞 讲究傲视天地 辟邻苍生 世间万物 于煞之下为之蝼蚁 难道这就是天地不仁 万物除狗的来历 天地之内 苍生不过是沧海一粟 又似过眼云烟 人 物 皆是如此 如果在无限大的领域空间内 再强壮的高手 也不过是宇宙的一粒尘埃而已 也就是说 在天地间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大过于天 如果非要说有 一定就是神霄殿 神霄殿 究竟为何物啊 能让邪魔铸天被制推崇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煞 来源于神霄 而煞 俨然便是真正的天地本源 天地本源 神霄 莫非此二物与天地同生 又或与之平齐 路晨游修为提升 感悟空间领域治理 延伸至三千大道 追索到世间本源 引出神霄殿 一番猜测过来 连他都丝丝冒着寒气 如果自己猜对了 就算神霄殿不能掌控天地 也可以与天地同寿 万古同阶 远远凌驾于苍生之上 誓修之巅 信念至此 路晨的想法 仿佛在他的内附石海神念 甚至意志里 打开了一条通往至高天道的光明大路 这条路 虽然暂时还有些蜿蜒 但终点就一定是三千大道 甚至更高的层次 极有可能是开天之初最大的秘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